记者陈冠的彰化报道,通往明道大学的文化路今年更换LED路灯,让学生交通安全更有保障,不过道路旁的种植的黑豆农作物却受到光害影响,无法顺利结合转色产量大减三成。 明道大学农业工费专班的学生与师长得知,希望采购农民无法转色黑豆并制成有机毛豆与料理捐赠给弱势团体,农民决定想应善指,决定不收分文赞助毛豆,让损害变大碍。 种植黑豆的农民蔡采新栽种黑豆有多年经验,今年8月到明道大学旁租用排唐17公顷的土地种植黑豆,原本准备要入冬后开始采收,结果仅邻文化路旁栽种的黑豆,这会涨液,不会结颊,产量短少近三成,损失约200万。 蔡采新植仪式文化路装置的LED路灯太亮有关。 彰化县政府公务处得之后派人家庄登照,十天后农作物成长状况立即得到改善,蔡采新说光害程度减少五成,路边黑豆也开始结痂了,不过仍无法顺利转色,只能停留毛豆青色阶段。 明道大学应用科学院院长刘成为表示,有学生得知黑豆光害事件跑来与师长讨论,认为农民牺牲小我精神很辛苦,希望能助农民一助之力。 在与蔡采新班长商量后,决定收购文化路旁约一甲地产区为成熟黑豆,并以加工方式制成毛豆料理,或进行义卖帮助家福与弱势团体。 蔡班长也相当认同理念最后分文不取提供毛豆原料,让这场黑豆危机变成有意义的善举。